成都太古里移民身穿印花连身裙的年轻女子和移民身穿粉红Polo衫的中年男子 两人牵手逛街的视频 连日来不但火片华文圈的社交媒体 连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多家国际媒体也跟风报道 视频中的男主角是中石油子公司环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总经理胡继勇 那么国企领导光天花日之下带婚外情的对象上街 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都在微博上称此事是明目张胆顶峰犯案 中石油北京项目管理公司微信公众号当天就发布情况通报 称胡继勇已经被免职并接受公司的纪委核查 而经常出入高级场所以奢侈品炫富 在同一个单位担任技术部员工的涉事女子董小姐也被火速免职了 街拍牵手门成反腐大片这个引发全球网友热议 此事究竟反映出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问题 三代国企人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 这个案子跟这个中石油的连年亏损到底有没有关联 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 我来介绍一下分别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雪女士 雅雪再次欢迎您 观众好 另外是从纽约通过视信参加讨论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 慕容雪村先生 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此案的个人看法 来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 首先我想先请教慕容雪村先生 您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牵手门这个事件的发酵之迅猛 两名涉事人可以说是火速的就被免职了 甚至还传出现在要禁止接拍 您认为这究竟是雷厉风行还是怕火烧连环船呢 慕容雪村先生 我有个理论 我觉得在墙内发酵的新闻事件 都属于他们故意允许发酵的 也就是说 对对对 就是在墙内的这种热议事件 都是允许热议的 其实你看胡旧这个事情 其实很奇怪 这个事件里面他认植物 其实并没有多重要 他的植物并不是多重要 论情节也并不说有特别脏污的情况 两个人只是在牵手走路 然后你比如说两个人他有没有腐败 很可能会有 但腐败程度呢 至少不为公众所知 但就这么一件事情 居然会成为社交媒体的第一关注事件 第一热点 而这个事情呢 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当局的某种意义上 它允许它放行的一个新闻热点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同期呢有太多的更重大的事件 不能评论 不能讨论 比如说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 比如说发生在西藏的这种事情 比如说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比如说习近平的战争准备 这些事情都不能讨论的 这是最简单的 连就是你比如说 涉及到偷拍的这样一个事情 在一个中国人事先偷拍 在一个案件里边 卷入这样的案件 连这个事情呢 在墙内都被屏蔽 反正这样的事情呢 成为甚嚣尘上的热点事件 我觉得这其中呢 是必有文章 嗯 这个慕容学生先生 用一个很特殊的观点来看 这一次这个牵手门 发烧的这个事情 不晓得 雅学你怎么看 其实说的也对 因为中国的网路舆论 都是有在管控的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事情完了之后 胡锡进当然不可免俗的 又加进来说 这个事情是明目张胆 顶峰办事是个怪力 他也出来讲了一些话 您认为是不是在 有意地转移人们视线 尤其是个日期 如果我们看的话 六月七号也很靠近这个六月嘛 六月份很多事情 都是不能谈的 您认为这个事情 反映出怎样一个社会问题呢 对 我离开中国太久了 对这些事情就是不懂得少说 但是我特别同意 刚才雪春说的 那个就是有太多重要的事情 而且这个这次的事情 它也不是 它也有先例 比方说有大事发生的时候 这边微博热搜上的 突然是什么 这个电影明星的八卦什么的 似乎这个中共的社交媒体 好像操纵社交媒体的娱乐化 转移视线 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娴熟老道的那个做法 对啊 你就说我们就说 网络反腐 曝光 比这个高级的官员 腐败的官员多得去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沈栋的那个红色赌盘 红色轮盘 你看看那个里面 那个那是你永远不会爆料出来的 那是永远不会提 被你天天刷微博的人知道的 上你微博热搜的人 所以能上微博热搜 能允许他吵得那么大 能允许他娱乐化 这本身就是一种操作 好的 刚才这个慕容雪村的分析 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 我们结合网友的一个评论 我们一起来请教您 这位网友叫Diane 她说这两位的牵手们 不过也就是赚点流量 来杀鸡儆猴 她想起前两年 那位采金花的元老 不是还做得稳稳的吗 其实为什么我念这个 这个推特网友的评论 慕容雪村先生 您刚刚说这个可能是 这个舆论转移视线 其实就在前两年 同样也是这个所谓高官 不过这个官是比较高 国务院副总理 他对这个彭帅的 这个性骚扰的事件 当时这个贴子一出来 马上是整个是被全网封杀的 所以你看这个对比 您可能就知道了 而且也有网友联想到说 当时那个事件 这个当时的事件 主角到现在没事 可是这位国企领导 是当天就马上被免职了 你怎么看这两个事件的对比呢 张高丽欣钦 还有这次国企领导 牵手逛节 以前的习近平反腐 常用两个词语 就是拍苍蝇和打老虎 很多人说习近平 只敢拍苍蝇 不敢打老虎 但是习近平你看 苍蝇也拍老虎也打 但重点他的反腐 加上主要是清洗意义 清洗不属于他自己的那些派系 这也是目的 对 但是腐败真的是他们反对的吗 你仔细观察中国 你发现不是 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反对腐败 无论是全色交易 全钱交易 其实他们都不是真正反对 相反 他们把全色交易 全钱交易 把腐败当成奖励自己派系的一种罚码 这是自己人的一种奖赏 但是别人干 那是不行的 比如说 假如真的他们想要反对腐败 反腐败 那为什么不公开官员的财产 比如说 如果他们真的要反腐败 为什么不能允许新闻媒体 参入遇到腐败的报道和调查里 所以通过这些你可以看到 共产党也好 习近平也好 他并不是真的反腐败 反腐败只是他手中的一个武器 用来威慑 跟清除异己的一种手段而已 所以呢 你为什么更高的人 你比如说更重要的人物 他没事 为什么某些人有事 某些人没事 这个呢 其实可以很可能解释 中国的反腐败是怎么回事 刚刚这个慕容学生先讲到一个重点 雅玄您怎么看来 这个中共里面的全色交易 这个全钱交易 它是有它的规则在的 这个 尤其是我们看到 如果说这个现在这种腐败 或是这种包养小三情妇这种情况 其实在中共党内这么普遍的话 其实不是跟习近平谈所谓的 夹缝建设 完全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跟反缝吗 习近平说的是什么 他说要发挥 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 家庭生活的独特作用 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 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您怎么看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企领导这个光天花日带小三藏街 是完全没在怕的 我先想说说这个习近平的一百好几本的论述 其实共产党的根本论述只有一点 就是听我的控制 听党话 听我的指挥 家产党的领导 服从 其他的都是习近平他东拉西扯 他这个相互之间的所谓的论述 他是没有逻辑的 他也没有体系 他也不自强 他也不符合人性人情 所以呢他就是这样 他这抓一点那抓一点 也不是他自己抓的 秘书抓的 对 所以呢就是这些 我觉得习近平说什么 我们只能一笑而知 我们要去看这个体系在做的事情 这个体系在做的事情非常的明确 对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他对 我也同意雪村刚才说的 他需要通过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制度来奖赏对他忠诚的人 不然的话那些人为什么要对他忠诚呢 对吧 所以说到这个加峰建设 你刚才主要是提他提到了习近平这个关于女性的这个胡说八道 我想说的一点 我想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良知的问题 我记得我的两个小孩比较小的时候 就十多年前了 这个他们比较小的时候 我经常想这个问题 我在想如果我是在中国当父母的话 我要如何教育他们呢 因为我在美国 我教他们的是你们要诚实 要尽量去了解真相 当我女儿去上高中的时候 经常一些社会议题 我会要求他你多去看多去想 你要尽量了解真相 再你不要急于下判断 然后呢 你要对人要慷慨 在一个团队当中 你要积极的去做更大的贡献 当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要去帮助他们 你一定不要退缩 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人 还是邻居还是什么 所以呢我那时候我经常想 哎呀我如果生活在中国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这样去教我们的 我的孩子的 我会把他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所以你经常就是随便的 你观察一些 我不系统了 就动一下心一下 观察一些中国父母 对孩子的教导的话 那是非常成问题的 好的 孟雪先生先说 顺着刚才这个雅学 怎么教孩子呢 其实这个案子 这个牵手门出来 你怎么教孩子 孩子们要努力上进啊 可是这些国企三代 他们是这个爬上社会 是不用吹灰之力 而且就是可以就是明目张胆的 把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公开在阳光之下 你怎么从这个事件来看 现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 深层的一些问题呢 我先补充一下雅学刚才那段话 其实习近平呢 谈对女性的 你比如说重视也好 或者说要重复发挥女性的作用也好 这些呢 其实都是特别虚伪的发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共产党呢 其实从来都 只有这种性别歧视 你比如说 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 所有的常委中 至今没有一名女性 在习近平时代 尤其是严重 他包括政治局中 政治局委员中 都没有一名女性 也就是说高层的官员中 核心圈的官员中 是清一色的男性 这种情况下 你说再怎么样发挥女性的作用 要充分重视女性的地位 我觉得这句话呢 它起虚伪性 就顾言自明 刚才谈到 我们谈到 刚才谈到 你比如说这些 国家企业的 这些子女们 他们为什么 会就是有这么明显的 优越的地位 其实这个呢 我想它是跟这个政权的 这个核心的结构 核心的逻辑是有关系的 我们以前呢 常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常常开玩笑 说里边电信行道 是谁家的 是江家的 石油 加个石油 就应该 周永康家族 做了一个生意 还有其他的 就是种种这些呢 其实都是由 权贵家族来控制 那么中国呢 你看到很明显的 这么几个分层 最核心的层面 大概现在几百个权贵家庭 那是在江湖指南 现在呢 最核心的那圈层只有一个人 然后身边呢 有他的马仔们 这几百个核心家庭 在外面呢 是一些更广泛的家庭 他们组成了金字塔的这个 上面的部分 然后被压在金字塔底座的呢 是更广大的 所谓的人民群众 也就是前任总理李克强所说的 那些有六亿月收入 非常低的人 好的 其实最后就想 也想请教雅学 因为上半场 其实我们也谈到 您说这个在中国 现在这种权力 跟这个思想囚禁的坐标之下 其实这个社会的这个 道德伦理 或良知是无处安放的 其实也是为什么 看到下半场出现 这样一个现象 您觉得像现在这种 孝平不孝昌的社会 究竟要怎么样 重建这个价值 在所有的公知 都被灭身了之后 还有人能够说出一些 比较对这个社会 有正面的话 来让大家听进去吗 这个坐标必须打乱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是制度的问题 对对对 你没有办法 在一个邪恶的坐标里面 构建良知 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在这个坐标里面 只有可能 像我刚才说的 存在的极少部分的 他的信仰 就是要坚守良知 他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他给中国人制定了 不是他制定 其实是设立了一个标杆 不是他有意的 但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我们只能企图 这样一个局面 你说要构建 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在一个邪恶的体系里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原目求雨 慕容许孙先生 也跟我们下半场讨论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好吗 慕容许孙先生 我想这个胡锡有事件 或者成都接开门 这个事件 我们在这个讨论 很重要的一点 就意识到 这种事情不重要 反而它遮蔽了 更多更重要的事情 而这些最重要的事情 无论是对中国当下 或者对中国的未来 都具有更加重要 更加深远的意义 那么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成为 社交媒体上的热点呢 一个原因 是当局的舆论操控 信息操控 另外一方面 也属于在这样一个时代 就重要的事情不能说 能说的不重要 能说的事情不重要 在这样一个时代 许多自媒体 靠流量为实 那么他们会 踊跃地参与 这样的泡沫事件中 但是我要说的是 泡沫始终就是泡沫 这样的事情在未来 毫无价值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想对我们更多 对自己要求 有操作的人说 可能我们在这里 讨论它的重要启示 就是就要远离 这样的泡沫事件 要不要被这种泡沫事件 分了心 扰乱的注意力 我们还是应该关注 那些最重要 最重大 也最关键的事件 谢谢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慕容雪村先生 还有我们在现场的 曹雅雪女士 两位的精彩点评 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 我们也要提醒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